我们这一支箱是禅座 借 定 慧 这个佛法的所谓三学 整个佛法其实就在谈这三个项目内涵 借我们行为的规范 我们行为里面不要去犯错 只是消极的不犯错 积极的就行所当行 做我们该做的 身口意都一样 基本上最基本的戒就五戒 展开来就是所谓的时善 那也进一步呢 就是所谓的 别解脱戒 那积极的戒呢 就是色善法戒 饶意有情戒 这个当然看你的 对自己的期待 你所发的怨心 我若只是 不落三恶趣 不要一天到晚有那么多苦受 那事实上是 那事实上是 只要做到 诸恶莫作 就指所当指 错的 不要想 不要说 不要做 那也就我们一般讲的 不要犯食善的对面 生杀到淫 心贪真吃 口妄言 其语 虫舌恶口 这些都是我们不应该做的 那如果能够这样 当然就保证 不落三恶趣 也就基本上 就是人天吧 阿修罗 大部分大概来自于村 虽然有福德 但是容易生气 那我发觉还蛮多人容易生气 福报是很大 容易生气 那个这个就 那个根本那个村的习气 没有看好 那要看好它呢 其实可以分析一下 就是你生气了 是不是就能够解决问题 还是更难解决问题 本来就有困难 那你为什么要用生气的方式 来解决 来表达 那完全帮不上忙 你如果这要看到了 那这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反应跟行为 那么你只要想透了 想通了 你以后就不会再生气 所谓不会再生气 不是说以后真的就不生气了 它还是有残留的习气 还是会生气 但是你已经疏通了 已经想通了 气没有用 气起来就让它消了吧 不要再继续生气 因为没有用 这样一次 那一个生气是我们的习气 那观察得到我们的生气 晓得不能生气 生气没有用 这是我们的智慧 慢慢的 习气就一分一分消 智慧就让你不会再继续犯错 所以还是要有智慧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因为那个习气不是我们 因为它要出现不是 除非你那个定力已经很高 绝躁力很强 所以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 在它出现之前就看到 就隐隐为为 在那边蠢蠢异动 就被你看到 常常都是已经发作了 你才发现到 那这个当然要达到 那一层的功夫 就要修禅定 你戒当然我们都知道 戒 但是要保护戒 那消极的戒不犯 西极的戒要提起 那必须由定会来自治 来强化它 所以这三绝看起来好像有次第 戒 然后才定 然后才会 没有戒 没有办法修定 没有定不能发会 那会不能发 就不能生起 好像是这个顺序 但事实上 它又是互相 因为你没有会 你就不晓得要守什么戒 没有定了你想守 也没办法守 所以这三个其实是 基乎师可以讲说息息相关 智慧越高 那一样的 智慧是怎么来的 从我们专注的 能够专注 能够深入的探讨而来 那一样的 你要探讨很细的 那就要很专注 那为什么能够探讨更进去 就是有一个要探讨的动机 那还是属于会 所以一样 会可以强化定 定可以 生起会 没有专注 不可能观察清楚 所以 当然是 定为基础 定为会的基础 但是会又可以 强化这定的基础 互相帮忙 相辅相成 那定跟戒也是如是 戒跟会也是如是 都可以这样互相 所以我们不管修什么 说起来好像都是一个内容 但事实上这个内容 都息息相关 就好像我们法界里面 任何一个东西 说起来好像一个东西 但是从来就没有一个东西 你找不到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必然是很复杂的 因缘所呈现出来 所限 没有单纯一个东西 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 那你在思维东西的时候 就不要太固执 不要太计较 不要太自以为是 慢慢的那个我的习气 就这样一分一分的松化掉了 甚至进一步就解脱了 你才可以解脱自在 所以我们学佛当然是全面的 那这个全面的 早上也稍微有讲到 缘起当然信空 那信空怎么能缘起 为什么能缘起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 在空的同时 就有明的内涵 空明它是双运的 没有纯粹的空 也没有纯粹的明 空明它就是双运 那明里面的空 所以明里面也没东西 空里面不是什么都没东西 空里面就是具足明 所以它又是空性 又可以显像 那一样就以我们友情来讲 它可以生念 它同时可以见念 就看到念的生起 所以我们的心 其实它是很妙的 那假明是心 其实就是一个决性 心不是一个具体 存在的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空的 但是它又是寥寥分明 它是绝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从里面不断的去探导 我们的生命的根本 一样是空明 那么这些具象的东西 所谓的四大 异附空明 地水佛风都是空明 不然的话就一定有什么东西存在了 事实上地水佛风 也都是因缘所成 那因缘组合在一起 变成很坚固的样子 很稳定的样子 我们就说它是地大 那流动的样子 会随时变化的样子 我们说它水大 有湿嫩性 那有温暖性的 有燃烧性的 有热的 那我们就说它是火大 所以一样 其实就是它具足的这些条件 我们说它是什么 包括地水佛风 其实也都只是假明 没有真正地水佛风的存在 没有 这一切其实都是空 那我们从宇宙的缘起 从嫩言经也有提到 这是宇宙是怎么生成的 不是地水佛风生成 因为如果地水佛风生成 我们进一步就要问 地水佛风谁生成 就好像我们在探讨说 那个 什么是第一因 那当然有了宗教 就说 神是第一因 或者上帝是第一因 那事实上呢 它如果没有能生的本性 那不可能生出东西 所以它一定是被生 这种东西都不可能自己生自己 然后自己就 独然就成立了 顿然就生出来了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给的任何一个答案 其实都是一个 一个方便说 我们想不通 我们就把它想成一个神秘的 一个全然的大力的 能控制一切 不被任何东西控制的 能生一切 不被任何一个东西生的 那个都讲不通 都讲不通 因为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能够生别的东西 但是它不是被生的 所以 不管是怎么说 或者什么宗教 其实它可能都是某一个程度的安慰 某一个程度的 方便的说法 那至于佛教呢 我们可以说 佛陀真的是 不是一般的宗教家 他是真正的证悟实相的 然后圆满生命的 所以他传下来的教法 那就是有这样子的特色 但是一样 为什么那么多宗教 就我们人 其实有时候也不太愿意探讨 那么究竟 反正有人靠我们就靠 有的靠就靠 不需要什么都自己来 就是有这么样子的一个 惯性习气吧 所以就很多宗教就这样子 相应的就出现了 那一样的 我们虽然是佛教徒 但是我们对佛法 如果不是真正的深入的探讨 有强烈的动机 想去了解 那事实上我们常常都停在半路上 也就是把佛法当一种宗教看 然后把保佑 把这些不可思议的力量 当一种寄托追求 就难免 这很自然 你看这么多宗教家 每一个都尽其全力的在探讨 在修持 但是真正像佛一样 究竟的 其实也不多 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放松一点 有时候如果真的没力了 那念念阿弥陀佛 念念观世音菩萨 祈求加持 那其实也无妨 也无妨 不然那时候你真的不晓得怎么样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那这个也没办法 也奈何 但是事实上 我们要晓得 这其实也是当下的 身心的一个安顿 安慰而已 不是真正究竟解决问题 究竟解决问题 还是我们的所有业力 都已经化解了 这是才能究竟解决问题 所以慢慢的 我们对论德事情的看法 不是那么绝对 不是非怎么样不可 其实当下你的心 就已经松了一点 比如说我现在很痛苦 那起了一个念 阿弥陀佛 南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个就是一个转化 就是一个转化 所以有这些方便的法门 其实是也蛮好的 但是基本上 还是你透过这样的 慢慢那个心 慢慢解开的 没有那么执着 我没有那么恐惧 就是你慢慢就化解了 所以真正可以体验的 然后可以修正的 还是我们这个 缘起的生命 那我们静坐 其实不是要追求什么 静坐因为一一戒 以戒为他的前导 所以基本上 静坐的时候 当然要守一些 静坐的戒 就规定 一些你要静坐的时候 那定很明显 就是新的一个专注 一个安定 就是定 所以在静坐的时候 或者在修定的时候 因为心是能 那心所住是所 所以这个能跟所 要有一个规定 那这个规定呢 要是法处 法处就是说 我们透过这个 心的专注的对象 能够探讨出 法的实相 也就是真的去认识些什么 那事实上 跟我们 息息相关的 切身关系的 如果拿佛法来讲 我们就等于五蕴 我就是五蕴 我离开不开我的身 我的心 那身心的互动 当然就有所谓的受 那心本身有想 有动机 然后有分别 这个就是五蕴 身跟心 所以我们在修定的时候 其实就拿这个 作为我们所观修的对象 这个就是最切实的对象 不需要刻意的再去 找这个之外的 那找这个之外 其实你说去找 事实上也离不开 这五个对象 你圆一个物质 那就是色 圆一个声音 也是色 就是你起的对象 其实离不开五蕴 都可以这样讲 那我们剥蕴经就直接 有记心经 就直接告诉我们 真的要行身剥蕴 那么就以五蕴 作为你所召见的对象 把这个范围 很具体的缩小到 可以掌控的 可以作为所缘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 只要跟这个无关 那就是没有意义 就跟你的生命无关 所以一样的 当然静坐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修法 能够安住你的心 开发 启发你的心 的法门很多 那这里面就看 你要修到什么程度 那一样我们从现在来想 那基本上就有所谓的 以我们现在听到的 大部分就所谓小圣 大圣 或是金刚圣 也就是所谓的密圣 那各有他修持的内涵 以原始佛教 也就是我们现在通称的 所谓小圣 其实大部分 当然就是来 修阿拉巴纳 四念柱 这个就一般 我们现在南传的 所谓的内观 其实就是修这类东西 那么大圣的定 也可以讲很多 但事实上 大圣的定 还是离不开 离不开 离不开原始佛教的 那是最根本的 最基本的修持内涵 那他当然同样我们也知道 所谓37柱道品 那小圣大圣 还是有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强调点 立足点 不太一样 因为目标不一样 发心不一样 他要完成的不一样 所以内容难免都会有一些差别 那我们 有点 碰触到密教 密教呢 他比较 强调 而且凸显的 当然就是所谓 本尊的观修 这一方面 那如果 缩小到 静坐 他就是 特别强调 就修 披露七支座 比较具体的 比较具体的 那接着修进去呢 披露七支座 还观色到杂龙 就是所谓的 默契明典的修持 那这个都是 密教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我们 那有缘接触 那就 多少学一点 多少学一点 那我们今天就把 重点摆在 披露七支座上 来 做一点点解析 披露七支 就披露真阿佛的 静坐的 七个要领 叫披露七支 那 也可以讲 披露七支 披露真阿佛 传下来的静坐法 那么 也可以 反过来 从 明相上去 解释它 就透过这样的七支 的静坐法 可以达到 譬如 折纳 也就是变照 就是整个智慧 现前的 这样子的 结果 要透过这样子的 静坐 所以 它里面的 每一个 要领 每一个关键 每一支 其实都有它的作用在 那我们现在就 稍微把它解析一下 比如 第一支 那么就是 双脚就加幅坐 脚盘起来 那 盘起来呢 它最主要的目的 因为 为什么要用这种知识 当然它又相 我刚刚也稍微提到了 它相关到我们的末期明点 那 一讲到气呢 就有所谓的五根本气跟五支分气 那支分气就比较次要的 根本气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身体为什么能够健康 就是有这五根本气 只要这五根本气 哪一个气 出了状况 或者有了障碍 你的身心的硬坐 当下就有问题 就不自然了 那这个 脚盘起来 最主要是要收射你的下行器 接着呢 我们说 收 集职 集职 集这些打直 尖章 集职呢 是要 规范 辅助 你的命根气 因为我们的命根气呢 就在身体的正中央上下 那当然不是脊椎 是身体正中央有一个管道 叫中脉 那我们的命根气 是在中脉运作的 但是你如果脊椎不直 这个中脉就不可能直 硬的都不直的软的什么直 那为了要让这个里面 这个中脉能够畅通 那脊椎一定要打直 然后尖章呢 就有点尖章有点像扩胸 扩胸就是让里面的变形器 那就是走遍全身的那个气 就运送能量的啦 这个控制所有的动作啦 这些能够在里面充分的运转 所以要扩胸 让里面充满着气 这就即时尖章 接着呢 头为辅 寒压猴杰 我们的颈 稍微往下 轻轻地压 就是我们男士呢 就是下巴 稍微碰到猴杰 轻轻地感觉到 有碰触到猴杰 这个就是寒压猴杰 那你中了因为没有猴杰 所以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如果穿的衣服 有领 有领支 有领支 那个领支 刚好轻轻地碰触着你的颈部 这个就是标准知识 如果没有碰到 就代表你头太前面了 头太前面了 如果顶着领支 就代表头太后仰了 就刚刚好碰触 平贴碰触 这时候是最标准的知识 那么寒压猴杰 最主要就是上行气 收射我们的上行气 上行气就属于消化 或者语言 讲话 思想 这个都属于上行气 那一般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 你如果看他的知识 看他的知识 头抬得高高的 头抬得高高的 大概就掉矩的成分大 头低低的抬不抬起来 昏沉的程度大 那你如果说 知识随时保持得很端正 这个人思想一样 相对他就会端正 不会随便打望想 也不容易昏沉 所以这个知识很有关系 关系到我们的精神状态 我们的意识状态 所以这几个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看不到的就是舌头 舌底上恶 舌头轻轻地碰着你的伤牙龈 那这个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保持湿度 保持湿度 这比较属于物理性了 然后另外一个更深一点的 有一种说法就是 让我们里面的内循环 能够变得很顺畅 若以到家就叫任督二脉 能够衔接舌底上恶 那当然我们想要密教不谈 任督两脉 他谈的是左右还有中 若脉 蒋脉跟乌脉 乌脉 就是中脉 那所以 这个是譬如七字做的一些关键 那首等十字几下呢 是平住起 它可以左右 保持平衡 就这样就 这个七字呢 七字里面的前五字 是讲身体的知识 跟五个根本器的关系 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的呼吸 呼吸 任运 不要特别去控制它 那么眼睛呢 也不要往前看 也不要闭起来 就三分眼 很自然的放松就好 不完全闭上 也不是张开 保持一点点明 保持着明 但是呢 不看 不去应用你的眼根眼视 保持轻轻的看着 带着那个明就好 因为这样 比较不容易分沉 也同样 比较不容易打妄想 比较不会被静转 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要领之一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识意念 他的要领是 过去不思 不要想过去 不要回忆过去 未来不隐 不要计划将来 不要在那边想说我等一下要干什么 我明年要干什么不要 那当前呢 现前不理 什么境界来 不予理会 就保持入入不动 不去跟他相应 那这样我们意识自然就不会 混乱 不会外散 不会照做 那就留下那一份 稳稳定定的 因为刚刚 这样的知识 其实我们五个气 都很稳定的在运作的话 其实你的那个狂心 会慢慢静下来 你的照做 也会慢慢的 缓和下来 那这样接着下去 你那个绝照力 就慢慢会显现 藏在定中 随时保持 寥寥分明 这样子下去 其实接着 因为它保持绝照 所以发生在你身上的 我们刚刚所谓的那五蕴的所有现象 你保持刚刚那个 现前 现在不理 不予理会 不予理会不是不知道 了了分明 不反应 了了分明 不反应 那个 不反应 是 沙摩他 了了分明 是 Bippo Sana 所以 当下就 只观双隐的 只观双隐 这个是属于 譬如七字作 所以 我们把握到这个呢 当然 这个就是一些 基本的规定 至于下去呢 我们的观双隐 我们那个觉知 要怎么样子运作 其实 随便你 但是那个随便 不是在那边变来变去 而是你觉得这时候 你觉得 不要那么复杂 也不需要全面绝照 我只要把我的心 安顿在 觉知在 一个所觉知的静 那这个觉知的静呢 当然 比如说我们说南传的 那个国安卡 他就强调就去 去觉知那个受 那是感觉 那也是一个对象 把注意力 就集中在受 我们不是 射受想形式吗 那有些就觉知在呼吸 都可以 那我们呢 其实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这时候 意识有点混乱 那我们就把那个 索颜镜呢 摆在几轮的地方 几轮就是你的 挤一下四指 然后进去 在中脉的地方 那要一讲到中脉 那我们现在就先介绍中脉 中脉到底有还是没有 对我们来讲 当然不可能有 怎么可能身体里面 有一条脉 它是贯通你的全身的 没有 但是呢 虽然生理上没有 物质上好像没有 但你意念上 可以有 那这个意念的中脉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你慢慢去体验 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以我来讲 我当然说它有 因为我用得很自然 怎么会没有 如果没有我就不能用它了 好 所以是有 但是一定是意所生 就是说 凭你的修持力 你的意念的专注力 慢慢地修出来的东西 那解剖下去 当然也没有 但你只要活着 你这一条路走得很顺畅 你自受用 绝对没问题 那所以呢 不要被这种生理性的东西规范 其实我们的心理的能量强度 绝对超越这个物理的 这个生理的 绝对超越 那你如果不能超越生理 你修半天 那就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身体坏掉 你也跟着坏了 其实不是 绝对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看起来的 就一般的生理 一般的医学 一般这些所谈的 当然都是物质性的生命 但真正宗教 尤其佛教 它要开创了 要研发的 要成就的 不是这些 而是那一份 真正的实体里面 实体 实相无相 但是无相又可以献一切相 所以它里面其实很精彩 那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凡夫 或者有限的知识 想那个妄想 其实不是 不是 你真去修 真的去修 你就可以实证 所以有时候讲 没有办法往前讲清楚 当然你真的依着做了 你发觉 真的寥寥分明 而且很具体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 这中脉是怎么关出来 它到底在什么位置 那长得什么样子 其实都是义所生 就用我们的第六意识 然后去生出它 那生出它以后 你就可以运用它 就可以在这里面 去把我们的意念 把我们的呼吸 把我们的细胞 其实都可以在这里面 很自然的运作 那它在什么地方 它就在下面 下面我们说大小便的中间 叫秘轮 下面是秘轮 上面是顶轮 就我们头和概骨的中间 你去摸一摸 那个最敏感的 一轻轻碰它 你就感觉很清楚 你可以摸摸你的头顶上 你这样 大家给它摸看看 有一个地方 比较软 比较敏感 那就是你的顶轮 就是你的顶轮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点 拉一条线 就是你的中脉 那你可以 从意念把它想一下 因为出口 上顶端之道 下顶端之道 你把这两个拉直 就是一条线 这一条线一定在你身体里面 但是呢 如果你知识不对呢 你譬如说 我头在这个地方 这个在这个地方 秘轮在那边 中脉怎么升起啊 所以为什么要 譬如七之座 你随时要保持你的知识 是完全端正的 接着下去那些修持 或者那些修持的功德力 才会产生 你现在如果说 知识已经不对 那你关修那些都没有根据 根本就完全关不出来 那就没有用了 所以很多东西这个就借 就有一些硬性的规定 你就一定是要照的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是讲身体的知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为了要保持这个身体的知识 能够很稳定 很持续 那我们静坐的时候 屁股要垫高四指幅 这是譬如七之座 特别不共的地方 而且是清楚的交代 你屁股要垫高四指幅 你才能看到这些 比如说盘腿 还是什么 还是中脉 能够保持很稳固的状态 那有这些基本了以后 进一步 由这种做法 所自动 很自然的展现出来的功德 才有机会展现 那你若 硬是固执 硬是不照的做 那当然尊重你 但是你就因为你的固执 你的定见 就限制了 做这个静坐 所可能产生的种种功德 那很自动 很自然的功德力 就生不起来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学东西不要学一半 学东西也不要tiki 总认为我自己这样可以 你如果认为这样可以 其实可以不用学 你要学 就得彻底放掉 你自己的成就感 你放掉 你那一份成就感 不会减损你的成就感 刚好相反 你又放下你的所得 其实新的 更高的 才有机会进来 那常常就是我们 质疑某一个念头 某一个想法 其实就把所有的 学进来的东西都打折扣了 就把它拒绝在外面了 就你一念而已 所以成就也是那一念 那个不成就也是那一念 那你说这一念有多重要 这一念太重要了 这一念这么重要 它长得什么样子 它在哪里 莫名其妙 怎么找也找不到 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地方 我们都不相信是那个样子 但是你只要仔细的分析一下 你就会发现 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我们执着的那一念 确定的那一念 根本就没有 但是你把它抓得紧紧的 那一念影响了医生 所以一个人如果固执 还是有定见 没有解药 当然他还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功德力的 因为他就是那么固执 他行所当行 执手当执 那当然因为 因为这样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成就 当然他也有障碍 那我们不要被这个 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挡住了 所以我们要随时放开 随时要放开 因为那个对自己 太过坚固的信心 那就是我执坚固 这便记 不仅仅便记所执 那执的根本就不能化 而他是莫名其妙的 他是无中生有 他是那个 无名的变异体 就从我们的那一念无名 他变化出来的东西 这个务必要 我们学佛的人 务必要看到这一点 一定要晓得 原来我抓得很紧的 根本就是不能抓的 这个 抓的是笨蛋 被抓的是虚幻 这个能执自我 是无名 所执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所以 我们如果能够 警觉到这一层 其实你要突破自我 就看穿自我的习气的把戏 就很容易看穿了 你说不晓得这样子 内形内造 那其实就停在那个 我执我剑上面 就没有办法 所以很多东西 当然我们很客观的 好好去 学 到底怎么样 你就是 照着做了 即使被骗 也有被骗的经验 你照着做了 然后发现不是呢 这样不对 这时候你 就可以很清楚 这样不对 我不学这个 学这个没有用 那你不要都还没有 去实践 实验 然后就已经有答案了 千万不要那个样子 那个都是遍迹所知 那不是一塌起 一塌起就是 做多少 体验多少 算多少 清清楚楚的 这原生 因缘法 那这个就是 披鲁器之作 那我们再来体验一下 中脉 中脉 那你怎么样子去体验呢 刚刚两点已经知道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动 就开始运作 动 那个动力 你提纲 然后是不是就有一股 在那边震动的力量 在你的 密轮的地方 它会 它会有点抖动 然后 你把目标 放在你的顶轮 就让这一股震动 往顶轮这个地方走 它就走出一条中脉 这条路 就靠我们的念力 靠我们的身体的震动 它就可以体验到 在我们身体里面 有这么一个中脉 有一个中脉 那中脉到底要 有多大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有人说跟脉杆一样 有人说跟我们小指头一样 其实那个不重要 你能大就大 小就小 完全是看你这时候 那个呼吸 或者意念 是不是就能够很顺畅的 在这一条路上走 因为是意所生 它没有壳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 具体的什么东西 不要又把它物化了 它其实是念所生 不要物化 那也就隐约 就是有这么一条路 我知道 然后端端正正的坐着 然后接着下来 我们就来运用它 因为有more 有这条中脉 那么接着我们要引导气 引导我们的呼吸 在这一条意所生 第六四所创造出来 这条路径 让我们的呼吸 让我们的意念 在这一条中脉上走 可以试看看 我们现在就来 做个实验 做个实验 好 我们吸气 吸气 然后一样 吸气吸到几下的地方 几下是指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 气成丹田 那丹田 医者刚刚 医者刚刚那一个 我们生起中脉的 那个途径 我们吸进来 那一直刚刚那个途径 就从下面 慢慢把你的气 引导到上面 那你可以一面吸气 一面感觉你的气 呼吸 顺着中脉上来 一直到顶上 然后吸到不能再吸了 停一下 然后慢慢放松 用你的意念引导 你的气 从中脉慢慢又下来 然后从两脉 呼气 你刚开始做几次 这样子的 用力的造作的 一种观想 我们来做三次好了 好 吸 然后慢慢 感觉它从中脉 慢慢上来 继续吸 发现顶上 有一点点压力 有点点紧 停 然后慢慢放松 气降下来 那气降下来的同时 因为我们跟着气下来 你放松到哪边 你中脉 我们说提纲气灵 注意你的中脉 当你放松到 到这边的时候 这边就松掉 到喉的时候 喉松掉 到胸的时候 肩膀松掉 到胃的时候 这个腹部松掉 你放松到哪边 相关的部位的身体 也会放松到哪边 你起来的时候 你满到哪边 相关的身体 也会有那种满的感觉 这个就是 修中脉一个很 很妙 你只要掌握到中脉了 其实你全身都掌握了 那问题是 你要做这些观想 你知识一定要标准 一定要用最好的知识给他 那你修起来就 障碍很小 也就是做起来很顺 做起来很顺 我们再吸一次 吸 你就观想那个中脉 在你身体的正中央 吸 然后慢慢满上来 障满的时候停 呼 慢慢从头顶放松 肩膀放松 胸部放松 背部腹部放松 腿放松 大腿小腿脚踝放松 这样 做一次等于是 全身扫描一次 做一次等于是 利用你的观照力 利用你的觉察力 在身体里面 就这样子 互动一遍 那至于你的身口意 是不是合一 就是说你的身体意 你的意念 你的呼吸 口这时候就用呼吸来做代表 就你的意念 你的呼吸 你的身体 是不是三个合为一体 息息相关 它变成一个 整体的 所以这样练下来 当然很自然的 身口意 的障碍 经过你这样不断的调 不断的调 因为你不断的训练你的意 所以心就越来越专注 因为你引导 如理的引导你的气 所以气自自然就越来越稳定 甚至可以讲说 息漫长 但是我们不是刻意 不要刻意要去慢 不需要 那你只要心够专注 其实气它就越来越维 那一样的 因为这样子 所以身体就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没有重量 感觉好像空掉了 这个是 好像是你是在造作 但是你体验到的是 不是造作 体验到的是 透过这样如理的造作 让我们的身口意 一分一分慢慢地净化 那个障碍 一分一分慢慢地减少 所以 维某解经里面 也特别有提到 维某解经也是后期的 大圣的经典 它有特别提到 你要修不失意的解脱境界 你必须要 你真的要修菩萨行 你必须要不尽有违 不住无违 我们现在学佛 错误的观念 会以为造作就是无常 有违要尽量不动 不去造作有违 其实不对 如果是积极性的 有功德性的有违 你为什么不造作 你不造作就没有功德 没有功德就不可能圆满 所以呢 如果是停留在解脱 以解脱为导向的佛法修持 那当然你可以就 走那个无违的路线 但是你如果是要成佛 要行菩萨道了 要真正的把佛法的积极意义 表现出来 其实不能尽有违 甚至要善用有违 像我们在观想本尊 观想半天 还是现在在这边 调整那个呼吸 这个都是造作 都是有违 但是它是一个 如理如法的有违 有积极的对峙性 甚至有积极的建设性 那我们为什么不做 所以很多东西 看你懂到什么程度 你才能修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们错误的知见 而且抓着那个知见 不放 讲好听一点 你叫法直 而根本 其实就是无名的我直 不是法直 不是法直 那个根本就不是法 不是如理的 怎么会是法 所以我想 讲话的时间 过得特别快 我看大家都没有动 都没有动 但是一个钟头过去了 如果我都不讲话 照你那边好好的做 你可能三十分钟就动来动去 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样 你有违里面 如果是它是有意义的 常常 它就是真正的需要做的 文法也是一样 说法也是一样 你这样 虽然我们没有正式的好像在修定 但是什么是定 定就不散乱了 请问这一个钟头你有没有散乱 你很专注的在听 指 而且听得很清楚 官 这不就在修指官吗 那一定要在那边 入入不动的坐着才是指官吗 不是 所以 这那个学佛要开阔一点 不要被自己的理解 或者那个绑死 变成把自己范围在某一个状况下 才以为对 才能安心 不对的 你要安心 其实你要安心 不打妄想就安心 不是 求一个东西来达到目的安心 那个不是 所以 你如果都能够止官双印 就随时心都不散乱 很专注 很如理的史上力 就是止官双印 不散乱就是止 如理的印作就是观 所以 需要再把 学佛的内涵再放得更大 眼光更高原 这样子你要突破要提升 才有条件 不要太固执 不要学了一点点东西 我这样够了 然后就在里面打转 明明根本就转不出来 但是还是舍不得 还是尽 尽可能在里面 在那里面不断地绕 那都浪费生命 都浪费生命 所以 我们修行是要开创 我们这个 本来就自在的生命 那当然透过 这些政治见 让我们能够 突破 很多过去 遍际所值 以为的事 以为遍际所值 是对的 是真的 既然是遍际所值 可以讲完全非理 即使是好像有道理 它不是事实 是你想的 以为有道理而已 要真正有道理 必须有事的检验 必须有法的 一种核实 那当然就要依他起 我们身体好不好 也是依他起 我们智慧高不高 也是依他起 所以 什么东西 所谓依他起 就是条件说 你记住了什么条件 你才能说什么话 而不是用自我意识 在以为它是什么 然后就说了 这个意义不大 那事实上我们 一般人不是 要么就意识太强 就意识心太强 要么就意识心又太弱 意识心太强 过头了 意识心太弱不到 过意不及都不对 那什么是依他起 如实的知道 它是什么 我知道是什么 不是自以为知道什么 现在包括我们的 应用我们的意识 都要慢慢的 慢慢的改变 那个惯性 慢慢的改变惯性 改变惯性 都还没有证据 就已经下定论 这个叫辩计识 那我们如果客观的 放松的 多一点点检验 少一点点意识的 分别执着 那么慢慢你那个心 的照见性 就能够跟实相 跟实际的因缘 能够互动 相应 那透过了这个以后 才能够 所谓进入那个原成实 圆满的成就实相 才能够进入那个 要进入那个 绝对要先能够尊重 肯定依他起 那肯定依他起 不是执着法 或者执着我 不是 刚好相反 我们就是执着我 执着法 所以永远不客观 永远都用主观意识 再过日子 你本来没有那么多烦恼 硬是生出那么多烦恼 本来你有很多责任 硬是 都不负责任 都是那个 那个 辨迹值 就是那个 我们说 我执我见 我爱我慢 那个惯性 学佛一定要翻转这个 慢慢把它解开 好 我们 休息一下 还是用我们最 喜悦的心 供养佛 分享众生 愿 眼离一切无名障碍 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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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